选战倒计时国民党高雄市长参选人柯志恩29日召开记者会 替隔天就要登场的逝世造势大会提前暖身 执行总干事肖汉俊以及同党议员陈梅雅都来到现场 同时也在会上提前曝光了将在隔天现身站台的蓝营大咖名单 那当然啦我们马英九总统朱立伦主席江启臣 还有立法院的郑立伦高金都会与会 还有神秘嘉宾也会到现场 柯志恩30日的造势大会场地选在四年前 韩国瑜举办选前之夜的梦时代周边空地 对于是否会担心到场支持的民众人数 被跟韩国瑜当年的活动做比较 柯志恩强调自己不会拘泥在数字上 我想台湾任何一个场次都没有办法 跟四年前的韩市长的场次相比 这个东西是毋庸置疑的 因为韩市长所带动的一波的寒流 不用刻意来做比较 我自己在下高雄的时候 我就知道那个寒流的风潮 在四年之后整个时空背景各方面都是不一样的 柯志恩的首场造势大会 韩国瑜将补会现身站台 对于未来是否有机会看到韩国瑜帮忙复选 柯志恩与代保留 韩市长他因为他已经是我们国民党这个所谓的宣讲团里面的副团长 我想未来在10月11月的时候呢 你会看到他在全国都会有他一个抚选的一个动作 那我想高雄对他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关切的 那至于他何时亲身现身在高雄 我想我们需要跟市长再做进一步的一个沟通 来看看用什么样的形式来呈现 前立法院长王金平虽然30日不会到场助政 但也预录影片替科志恩拉票展现蓝营团结气势 记者潘志光苏玉文高雄报导